据俄罗斯第一频道12月12日报道称 在总统任期结束后 特朗普为了躲避在美国面临的起诉 他很可能逃往俄罗斯寻求庇护 主持人斯卡比耶娃援引了许多俄罗斯权威人士的观点 认为特朗普已经在美国内部被打上了亲俄的标签 他的处境已经非常糟糕 如果无法赦免自己 在拜登入主白宫后 特朗普会遭到清算 目前特朗普在俄罗斯国内已经具备相当高的任期 获得了特朗普同志川普沙等绰号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特朗普败选后将面临11亿美元的债务危机 并且自己的亲信们也开始谋求新的出路 甚至连第一夫人维拉尔亚都准备跟特朗普离婚 等到2021年1月20日 拜登正式接管白宫后 特朗普将面临重判亲离的下场 此外 特朗普在任期间 先后出现了电话门通俄门事件 美国众议院正准备在特朗普卸任后 继续起诉特朗普 在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极有可能去其他国家避难 特朗普在成为美国总统前 曾经给普京写过信 在信中声称普京是自己的偶像 并期待跟普京成为朋友 而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后 立即放松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转而加大了对伊朗 委内瑞拉等国的制裁力度 让俄罗斯的经济开始起色 更加坐实了通俄的罪名 目前看来 如果美国众议院对特朗普心事问罪 俄罗斯是少数敢于接纳他的国家 此外 特朗普在国际上面临的麻烦事业不少 特朗普曾命令美军空袭炸死伊朗上将苏莱曼尼 还曾向委内瑞拉派出雇佣兵 试图刺杀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目前 伊朗 委内瑞拉都对特朗普下达了通缉令 此外 特朗普与德国 法国等盟友的关系也非常糟糕 因为伊朗核问题协议得罪了几乎所有欧洲盟友 不过 以色列对特朗普非常友善 因为特朗普在伊朗核问题方面的看法与以色列一致 并且公开宣称 哥兰高地属于以色列 目前 特朗普还剩下一条出路 那就是动用总统的赦免特权 对自己进行赦免 这样 美国司法部将无法继续对特朗普进行调查 但是 此举等于直接承认 自己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犯下过错 而特朗普还准备在四年后东山再起 继续与拜登竞争美国总统宝座 因此 不到万不得已 特朗普不会对自己进行赦免 而拜登也在公开讲话中表示 需要有人为目前的美国疫情负责 美国因为新冠疫情 失去了数十万条生命 需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 这意味着拜登入入白宫后 将会追究特朗普抗议不力的责任 目前 特朗普在美国的处境很不妙 不排除逃亡以色列或者俄罗斯的可能 不过 普京未必会接纳特朗普 目前 俄罗斯的经济刚有起色 暂时也不愿意给美国 施加经济制裁的借口